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通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希望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方法 如果有高层楼宇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它对周边的微环境有什么影响 这是我们所研究的一个领域 确实呢就是希望来看看这些景观是如何来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你已经进行了实际的风动的模拟 还有CFD软件模拟 那你有哪些结论 这些模拟的这些结果的可靠性又如何 这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用CFD来模拟 但是没有用实验来验证 实验这个数据都是 我们通过在已有的文献查到的来验证我们的CFD模拟 王博士 你是不是能稍微说一下 我知道你在你的比较里面呢 你也研究了这样一个人形天桥 那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管理 是不是在你进行更进一步研究 我们是不是能够学到更多呢 尤其在我们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当中 我也提到呢 在香港人形天桥的系统是非常棒的 我也想提到呢 在香港政策也是非常棒的 政策非常好 这种规划的政策呀 香港呢 创造了一些高密度的空间 这些高密度的空间呢 他们也创造了非常高的效率 所以这个城市呢 并不拥挤 他们也希望呢 能够鼓励混合使用的政策 这样的话香港这个城市能有更多的绿地 最后呢 他们也试图呢 把这些项目跟公共系统连接在一起 尤其是地铁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地铁系统呢 也是最赚钱的 所以大部分的香港人呢 宁愿选择 尤其是上班族 能够宁愿选择地铁交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在我个人看来 在香港呢 基础设施非常棒 而且香港的政府呢 也是非常常调这一点 跟开发商建筑师携手一起 从上海这方面来说呢 我们应该借鉴香港的经验 我觉得也许中国的政府呢 应该对此非常的关注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有一个问题 为了分析热导和这个微气候 我知道呢 我们有很多的经典的方式方法 比如说这个 标准的有效的温度 还有我们的平均温度 为什么 你选择了这两个指标 来评估 热导与这个微气候 为什么你选择这两个指标 我还没有计算到 这个方面的舒适度 我只是研究了微气候 尽管呢 我没有考虑到户外的舒适度 但是我所说的 或者说我所熟悉的研究 就是Richard在西尼 他们进行了一些实验 正如你所说到的 他们要考虑到这样一个温度 然后考虑到一个值 在这个里面 我们使用的一个验证 进行了计算 我们所做的 就是 我们考虑到太阳的方向 考虑到这个精度 纬度 然后我们说 好 你可以有这样一个云 同时呢 我们要考虑到 非常好的天气的情况 我们可以进行定义 这样一个很好的天气的情况 所以对非常好的天气情况呢 我们 要 考虑到这种 比如说这个热导效应 我们要考虑到 人产生的热量 汽车产生的热量 我们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我知道这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综合器来考虑到 那就非常 这个 复杂的 我们目前呢 只是考虑到这种太阳光的这个热能 嗯 这是我的回答 在我们结束之前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想呢 我们的主题 那就是我们城市尺度的关注 这一主题 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研究 在香港呢 我们有非常好的案例 我们也说了可移居的城市 可移居的环系 那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高层楼宇的密度 而且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热导效应啊 舒适度啊 湿度啊 我们希望呢 人们在这个V气候当中 也是感觉非常舒服的 我们希望呢 有30%的这个绿化 我们所有的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我们也非常期待呢 有这些工具 同时呢 从一开始 在设计的时候 就非常高效的考虑了这些 非常感谢你们的工具和分享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